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 能够DIY手工自制出来的一个带有小花纹的一个小的帽子 冬天的话呢,如果自己能给自己制出一个这种非常保暖的一个这个保暖品的话呢 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成就感 那我们所需要的呢,是用的是这种两种的勾针 一个是我们的9号勾针,以及我们的10号勾针 10号勾针呢,是要比我们的9号勾针稍微大一些 那么织出来的帽子的这个花纹会更加的松散一点 嗯,我们织出了两个帽子 然后一个帽子是我们的黄色 嗯,我比较喜欢冬天的时候呢,用这种土黄色 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好看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呢,可以来试一下 把它这个呢,是给它开始进行一个勾针 嗯,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从它头顶上开始编织的一个帽子 然后是像一个这个小花一样 我们是从中间开始编织 然后再编织到最旁其他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地方 嗯,有点挤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给它先打一个这种的活结 那打活结的这个小的技巧的话呢 也是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的 它这样的话呢 能够便于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自动的调节它这个小圈圈的大小 我们先用这个蓝色的开始编织 然后在它上面呢 是进行两个 然后往上勾 这是一个编织一个基础勾针 稍后一边再装盖 我先用这个锅子 就好 我先用这个锅子 这边就没关系 然后我先用这个锅子 来吧 就完了 我也用这个锅子 然后就进行 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慢慢的像这样 最后给它进行拉起来 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帽子圈啦 我们可以在头上呢 是把它这个小圈圈给它相护的相连 我们下一个小小的帽子圈 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再继续给它进行个勾 然后勾的时候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这边是先给它勾两个基础针 然后勾出了它的第一个小花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小花的时候的话呢 再把我们的针给它抽出来 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先要给它勾到我们的第二个勾针当中 然后把我们的线呢全都给它放掉 然后继续 直接就是把它往下扎在它下一个勾针当中 然后呢在你的针上是要分别套三个圈 然后再给它放下来 接下来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扩大 然后按照这个办法的话呢 我们是在第二层的时候 也是像刚刚那样 在这个第一圈 第二圈的每一个针脚上 都把它往上进行一个扩大 同时是扩大两针 先往下扎 然后再勾一针 然后这样等于就是我们的勾针上呢 是有三针 不停的往下拉 再勾一针 然后再像这个样子 然后是边往下扎针 然后是再往上面呢 是勾三针 每次呢是往着绕圈 勾三针 我们的第三排看起来呢 就是像这个样子 这大概就已经是勾出了我们整个帽子的底部 然后在下面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相连 让它的手和尾 让它的手和尾进行一个相连 现在呢是三针 三针一往前一拉 这样的话呢 会让它更加的丰满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又把它多做出来了很多很大的一圈 是让我们整个圆的这个半径呢 又变大了 现在我们是要不停的 要给它进行一个收尾 让它的这个圆呢是往下 往下开始编我们这个小圆帽子 我们可以把它往上 往上拉一些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也是以三针 在我们两针 这个三针 在我们的这个勾针上呢 是三个线圈 是三针为一个针角 然后往前走这个针 这样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直接就是往下走 然后不要再加入它的这个针角 如果你是按照同样的一个数字的话呢 比如说最后这一圈你是勾了 总共是勾了14针 那么就往下 再往下勾这个下下一层的话呢 也不要进行一个这个针角的增加 只要再勾14层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会自动 就是把你的这个帽子向下勾 就不会进行这个圆的一个扩大 还是会让它往下走 我们这边呢 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收尾 就会给它进行一个扩大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在给它进行一个小小的装饰 是让它最下面的这个小边边呢 是更加的紧固了一些 那我们这边呢是要给它进行一个挑针 把它编出它的一个花纹 那是在它这个编织好的一个基础上 在它的帽子上呢进行一个这个挑开来 然后在它上面呢 是勾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这个勾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就像这边 这一层的话呢都差不多就要勾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向上 再继续勾两个这样的一个直的一个勾针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呢 可以勾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波浪型 就是在勾针的时候 是不是连着勾而是挑着勾 现在我们是勾它的第三排 现在我们是勾了三层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勾针进行相互的相连 大概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个高度 那我们再给它最后再进行一个这个锁针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毛线呢 是再给它再绕一圈做它的一个基础针 好了 那么我们的帽子呢就已经差不多编好了 在最下面的地方呢 是把我们的线给它抽出来 抽出来了之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剪断 然后打个结就已经做好了 希望你能够习惯 万万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